同學我們現在開始的東西叫水溶液跟濃度 第一件事情解釋什麼叫溶液 溶液就是兩種以上的東西均勻混合在一起 叫做所謂的溶液 兩個東西一個叫做溶質一個叫做溶劑 待會會解釋什麼叫溶質什麼叫溶劑 這叫文言文叫做溶質加溶劑等於溶液 排話文叫做糖加水叫做糖水 兩個東西的均勻的混合物叫做所謂的溶液 雖然我們叫它溶液 可是實際上它可以是固碳液碳或者是氣碳 比如說合金兩個金屬放在一塊這個溶液是固碳 比如說空氣你們小學念過裡面有氧氣跟氮氣混合在一起 這個外表上是氣碳 可是它也都叫做所謂的溶液 所以只要是兩個東西均勻的混合在一起 我們就叫做溶液 它可是外觀上它可以是固體 可以是溶液也可以是氣體 只不過我們在國中基本上只考慮溶液的情況 我們的一些考試的題目或者講點內容 基本上都侷限在它是液態狀況 名詞剛剛講過了一個叫溶質一個叫溶劑 溶劑溶解別的東西的叫做溶劑 溶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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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麼溶質是被溶解的 剛剛講過糖溶與水 糖被水溶解 那糖就叫做溶質 被溶解叫溶質 或者就是比較少的那個 A跟B混合在一塊 B比較少 B就叫做溶質 比較溶質 所以叫溶質 所以一個叫做溶劑 也叫溶質 兩個混合在一起叫做所謂的溶液 溶液 所以溶液就是溶質加上溶劑 我講到文言文 文言文叫做溶液等於溶質加上溶劑 白號文叫做糖水叫做糖加水 糖叫溶質水叫做溶劑 糖水就是糖加水 溶液的種類 一種叫做真溶液 真溶液就是溶質的顆粒變得非常的細小 然後均勻的分布在溶劑當中 所以基本上它是透明的 光可以穿過去的 我只說透明 我沒有說無色 硫酸酮水溶液是真溶液 硫酸酮是藍色 藍色透明的 OK 所以要真溶液 另外一種叫做膠態溶液 膠態溶液 溶質的顆粒會比較大顆一點 比較大顆一點 然後呢分布比較不均勻 光照過去味 要光露 看一條光亮的 光在溶在上面 要光露 加牛奶跟豆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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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到底要多大顆叫做真溶液 叫做 我講一個知識發力有寫 看一下就好了 那也不用背 就參考一下就好了 叫做真溶液跟加大溶液 還有一種叫做懸浮溶液 懸浮其實沒有真的溶解 它是飄 它顆粒更大顆 它是飄在水裡面 飄在水裡面的 所以如果你放得夠久 它就會沉澱下來 看一下 這叫做所謂的懸浮溶液 所以溶液有分三種 真溶液 交代溶液跟懸浮溶液 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 我們如果是溶於水的 就要做水溶液 水可以溶解好多好多的東西 凡是水去溶解的 我們就稱為水溶液 水雖然可以溶解好多好多東西 但也不是所有的東西 有些就不能溶 比如說沙拉油就不能溶 比如說油性的那個奇餅的墨水就不能溶 那麼它就是不溶於水 可是我可以拿酒精去溶解 我可以拿丙銅去溶解 這種不是溶於水的 就叫做非水溶液 非水溶液 這只是名詞而已 但我們未來上課的時候 我們有交道的 我們有討論的 基本上都是水溶液 我只要沒有特別說明 我只要沒有特別說明 我們交的通通都是水溶液 這就是請你先了解一下 什麼叫做溶液 糖水叫做糖加水 溶液叫做溶質加上溶劑 大概知道溶液的分類 知道有水溶液跟非子溶液就可以了 就是有關於溶液的部分 可以嗎 可以 可以